爱马文 爱马文 世界上有一支名歌以这个地名而命名的 名叫爱马文先生 大家猜猜我们来到了哪里 考夫曼父子百年歌舍 已经成为了歌坛的一张金字招牌 大家好 欧洲行第六章考夫曼父子歌舍 考夫曼当初河南百年老字号歌舍了 他的名气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的出席永远是票房的保证 因为他的歌戏给全世界的歌友都带来了巨大的成功 如当红的杨胡曼斯 荷兰的佛克克 曾经的文斯特拉 以及德国的普朗格 他们的成功都离不开考夫曼歌戏的加持 而且他的歌戏也让全世界无数的歌友都圆了冠军梦 今天就跟着我们的视频一起走进考夫曼歌舍 而且考夫曼做出了巨大决定 2024年12月7号到12号进行轻舍拍卖会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轻舍 那12月7号8号重要的民歌将会在 诺比侯特荷兰现场拍卖会 9号10号11号12号将会在赫伯特网站轻舍拍卖会 此次拍卖会委托中间人赫伯特和瑞克哈尔曼联合举行 欢迎来到爱马文 Welcome Long time no see You look so great 你看上去棒极了 这身起看着好之类 OK 让我们重温一下的墙上 Look at the photos on the wall 小迪克的一张油画 这是这只鸽子永远活在了考夫曼的心底 也是全世界非常知名的一只鸽子 无人不足 无人不小的小迪克 墙上全部都是早期考夫曼父子的基础种歌 大多数都流淌着沾僧繁荣的脾系 一切的一切 都像岁月一般穿梭 一切的一切都在脑海里 就像昨天重现一样 我们时间很紧迫 然后我们直接让考夫曼带我们去种歌舍参观 OK OK 好 考夫曼的歌舍是在自己家里面的楼上 这是种歌舍 因为他的种歌太珍贵了 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我们看一下 这是年轻时候的考夫曼 考夫曼最尊敬的人之一 路易斯凡隆向恩师是一最崇高的敬意 因为凡隆给他教会了很多 我问一下考夫曼 为什么你叫我路易斯凡隆 为了教授 因为他的想法 我为了一部分 他说我养歌的生涯 大部分的养歌经验和想法都源自于路易斯凡隆 都是路易斯凡隆教给他的 他说因为还有一个原因是 凡隆的人非常的低调 从不炫耀 他即使拿到了很多的冠军 他永远都保持一种谦和的态度 好了 我们来到了考夫曼这个宝藏的歌舍 真的他的歌舍是我见到全世界最温馨的歌舍 全部木质结构 而且很多的细节 我说鸽子好像生活在这一个森林里面一样 现在我们请考夫曼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的种歌舍的结构 他在过去的几乎二十年吧 他的最重要的种歌都是单独的朝乡 他说单独的朝乡 能确保他是这个幼哥的亲生的父母 因为他这样的是百分之百 确保这个血统的真实性 而且他还会去做DNA双重保障 我们让考夫曼来介绍一下 他这个种歌舍的这个结构的理念 你可以看到这边是这个矿物质 这个就是一个矿物粉 但是考夫曼这个特别的地方 它这个是有一个加热器 因为它里面这个里面有盐的成分 盐的成分它会让这个矿物质很快的结块 而且会回潮 所以它下面就有一个加热的 会保持这个矿物粉的干燥 然后鸽子也比较会喜欢吃 上面会很干燥 不会结块和回潮 这边就是一个沙土盒 鸽子可以在这边自由着实石块和土 他每天考夫曼会给这个里面装一勺花生碎和奶酪 每天都是一勺在种鸽作狱的时候 为了什么呢 它这就是动物的蛋白质让鸽子摄取 那我们问一下 他们在这个地面铺了一些木质的小块 他说这样的话鸽手会很干燥 鸽子也很舒服 人呢也不用天天清扫 一个粥清扫一回 然后来换一下这个木块 他说一个粥换一次 我说全部换吧 他不 他把那一个就是很脏的那一部分给换掉 OK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很人性化 所以养考夫曼的鸽子 你真的要经养 考夫曼的鸽子 不管是从他还是文斯丹 你可以看到鸽子在这边是自由吃食的 那配对哥呢 会在那边去配对 然后选择那边有一个潮牌 I can go inside OK 我说我可以进来 这个笼子啊 就是一个鸽子会到潮箱里面 在这边有一个潮窝 而且呢 在这个矿河下面有一个潮箱 鸽子自己可以选择潮窝在哪边生蛋 所以很自由很舒服 然后他的一个结构 我觉得很棒的就是 这边是贯穿的 其实鸽子是群居动物 如果你两边看不到的话 鸽子就很没有斗志 相反鸽子还可以相互的看到彼此 在这边一起共食 喝水 有时候鸽子还会在这边打架 我觉得这是对鸽子会很好 I think pigeons can face to face is very good for them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鸽子安排的很合理 很漂亮啊 以后我也想在我家养几段鸽子 就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很棒很棒 OK 这里面空气非常的好 因为它下面有一个木屑 鸽子那个粉尘 我看就没有飞起来 所以在鸽水里面工作 鸽子啊呼吸啊各个方面都很棒 大家看这里面 每两个粥会给鸽子洗一次澡 这个大的放在下面 上面还会有一个小盒子 这样的话鸽子洗澡水就不会流出来 它这样的 它给鸽子洗澡的话 就是说是单独的朝箱打开门 鸽子在这边 外面这样洗 洗完了换下一个鸽舍啊 这样的一个流程 a little bit complicated a lot of work 我说有点复杂 这个工作量有点太大了 所以Kofman也请了一些鸽舍经理呢 在帮助他啊 把工作做得更为细致化一些 如果这个鸽舍里面 是鸽子不能直接照到阳光的 那对鸽子好吗 他说在鸽子换语器 大概会有三个到四个月的时候 去到那边换毛 鸽子可以在亮棚里面 接收到足够多的阳光的沐浴 那然后呢 再到这个种鸽舍里面 所以他说这几十年来 鸽子的健康 然后成绩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 所以他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上面开了一个天窗 这也会有一些阳光进来 还有这些灯光啊 所以整个鸽舍真的到Kofman鸽舍了 我非常喜欢 很舒服 就把鸽子养到这样的环境 我觉得真的叫养鸽子 很惬意 所以养Kofman的鸽舍就像我这样 我也是他这个加息的一个重要成员 我们都像Kofman家养歌 我们都养得很精美 我们看看Kofman中期的一些代表名歌 爱马文先生 就是我刚来的那个爱马文 他是奥林匹克代表歌一位 爱神 他是全国长距离歌王二名 也是奥林匹克代表歌 他说你说错了 他说爱神的一只女儿 叫神奇爱神 然后他做出来奥林匹克索朗基 他说他做出来的儿子 我说不是是女儿 他说对对对 女儿 对Kofman年纪真的也是大了 现在机型也不好 我知道 他的妈妈那就是举世文明的 小迪克的亲妹妹叫一鸣 爸爸是黑色魔力 这里面有木里门的品系 所以杨虎曼斯的哈里的外祖母 就是阿摩瑞 至于爱神 所以小迪克配爱神是 舅舅配外甥女 当然他也说这是哈里妈妈的妈妈 所以爱神就是哈里的外祖母 他自身就是长距离的一个王亚军奥林匹克代表歌 那这边呢就是Kofman的名歌 黄金女郎和他最好的代表侄女 安娜丽丝 安娜丽丝我认为是小迪克最好的一只妹妹 她的育种年线稍微短了一点 突然暴毙 否则的话我觉得安娜丽丝真的 有可能会超越小迪克的育种 I think 安娜丽丝的育种 I think 安娜丽丝的育种 I think 安娜丽丝的育种 Even surpassed 克莱迪克 But it's a pity He died and she died so early Yeah yeah yes 对 考虎曼也就是说是 就好像六七岁就这个去世了 我们让考虎曼给我们展示一下 他亲舍里面的重要拍卖歌 How about national podcast? This is national podcast? This is national podcast? Yeah 这就是我一直都没有看到 因为疫情期间我就没有来 这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只熊哥 全国波加查尔 他是长距离歌王冠军 现在在喂小孩 两只应该13天大了 所以他这个很好 木屑 他脏了之后 他幻想木屑 不需要天天清扫 地面也会很干燥 就这只鸽子 全国波加查尔 因为他的祖父 这是艾斯米王子的亲兄弟 这只鸽子现在是考虎曼歌手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只总共 我们现在看考虎曼给我抓一只什么鸽子 This is basically called Ramsey 这一只鸽歌就是考虎曼 现今的一个中流砥柱的新晋名鸽 叫雷姆兹 他赢得了王者之王 全国歌王冠军 这一只鸽子是他自己的老品系 小迪克各种各样的都在里面 而妈妈是引进的奥林匹克尼尔斯的女儿 这只鸽子叫雷姆兹 我想这一鸽子应该是亲舍的一个非常重磅的拍卖歌 全国王者之王的歌王冠军 中号体型毛特别的柔软 石骨紧闭 不错 中等稍偏大一点点的体型 沙眼 口腔非常好 毛很薄 结构很好 非常漂亮 哎呀 迫不及待想看全国波加茬 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啊 因为这个鸽子飞完之后我要买 歌主没卖给我 后来考富曼啊 就买了 因为他输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同等的价格 给歌主每年两只右鸽 配他最好的此鸽 这就是全国波加茬 我非常喜欢这只鸽子 手感很好 4215319 这只鸽子呢 是WCB全国21年的长距离歌王冠军 全国波加茬呢 是他引进的 但是里面有他的血脉 翅膀的稍微有一点点紧 毛很好 股价很英朗 结构很好 而且全国波加茬呢 他们是在同一个赛区 非常特别的是 他和佛辛加一起比 这只鸽子呢 一周接着一周持续上龙 从100公里到700公里 他都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绩 尤其是艰难赛事 最终呢 这与熊哥 荣赢了2021年 WCB全国长距离歌王冠军 而且这与熊哥 飞的距离非常长 全部都是600到700公里的成绩 拿到了歌王 因为他的祖父 是艾斯米王子的亲兄弟 非常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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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一句荷兰文 他笑 很漂亮 哦 哦 呀 super啊 对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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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好 哦 真的手感比较 比较好 啊 这只鸽子 他拿回来 目前没有很特别的育种记录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配到合适的鸽子 他说要找到一只超级的种哥 他需要时间 It needs time But I have a lot of confidence for National Popper Super 他说对他来说也是很漂亮的一只鸽子 他的祖父就是爱斯米王子的亲兄弟 当年我没有买到 不知道亲舍的时候有没有奇迹 At a year I didn't buy it successfully But in your total auction it's a chance 我说你当年我没有买到被你争吟了 现在在你的亲舍上 我不知道能不能 It's very nice 说心里话 考夫曼一生中都没有亲舍过 但是买他的鸽子太多 他也很遗憾当年小迪克最好的几只鸡蛋 有一窝是两个蛋卖掉的 有两个就是小孩卖掉的就卖给了文斯塔 所以把人给造就了 所以鸽子真的是说不清楚 所以欧洲鸽种案 要么买最好的鸽王 要么就买最好的鸽子配对的小孩 这样的话 去自己做鸽 会有更大的成功 So I just introduced to Fansir I think when you want to build up a very strong colony and it's better for you to buy aces itself and some direct children from the best researchers and breeders Yes 我说我给考夫曼我说的就是这个理念 你要么买鸽王或超级鸽子本尊 要么去买那些鸽子的直接子弹 然后再去培育 欧洲鸽家的一种理念基本都是这个样 OK So this is the 2016 这与熊哥是2016年的尾号是876 他是世界名歌马努的全兄弟 当年呢 马努赢得了是波志NPO全国赛的冠军 他是亚军 他是马努的亲兄弟 腰身很好 他考夫曼的个子的毛和肌肉都是一流的 这点没得说 这是马努的亲兄弟 都耗掉两个毛 It's a very strong cock and compact 这羽熊哥呢 非常强壮 而且很紧凑 他有一年在巴提亚决赛的第八名 那这鸽子的爸爸就是这只帕口的直接儿子 等于说是他的孙代 It's very suitable for long and hard races 我说马努这条线 还是擅长于非恶劣和艰苦赛时的 那他现在给我展示一只母鸽子 他叫泰莎 这只鸽子是阿朵拉的女儿 他自身是奇美9000多羽的冠军 也是17862羽的冠军 他做出来了阿龙的冠军 自身飞得好 玉得也好 而且是阿朵拉的女儿 It's just direct daughter of Adora Yes 你看看 这只鸽子呢 我看了爸爸妈妈都是纯的考夫曼 考夫曼后期的引擎呢 很多的鸽子也不够纯了 但这只鸽子是很纯的 它是18年的一只母鸽子 看上去很漂亮 典型的考夫曼的鸽子就是毛 很薄 包得很紧凑 体型中小 这就是典型的考夫曼 It's also been the first of 9000 Yeah It's the latest It's more than 17000 pigeons Yes It's a chimney Yeah 他说这只鸽子呢 是9000多羽的冠军 我说它也是17000多羽的最高分数 考夫曼这么多年 我觉得它记忆力真的是下滑了很多 You can see 他在看 You will like it 他说我会很喜欢这只鸽子 You will like it Is ready for the X I think in a few days 他说马上就要下单 因为我摸这个鸽子的当有点开 考夫曼的鸽子真的是毛好 肌肉好 When I handle your birth It's like a birth I have because of all my blood dance From Peter Winshra And it's almost the same 我说我的家戏全部都是灰先生 哈利 香奈二姆 和你的鸽子都是一个家族 上手的感觉一模一样 毛特别好 Very soft plumage Yeah Nice So cool and a nice position in the hand Yeah 这个鸽子 他说手感也很好 Yes But since 2018 Yeah 但是我说18年的鸽子不年轻了 他说非常特别的一语 此歌 阿朵拉的女儿 自身是奇眉的冠军 而且做出来的超级的纪录歌 他这是一只马奴的儿子 他说不知道什么 这个鸽子他从来没见过 这样 No feather 可以看到这一块没有吗 Yes 这鸽子 这鸽子就这一块从小就没有长过毛 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 但是他的育种很好 这是马奴的一只儿子 一个重磅消息 马奴现在已经不生了 因为当时那是我亲手 重点想买的一只鸽子 不生了 我让他给我拿出来看 刚好不生了 我看看他的代表后代和马奴 本身欣赏一下 那我们今天的参访就到这里 Kaufman的歌手真的是非常漂亮的 Just offer this visiting of the loft and your loft is really fabulous OK Thank you 他说他的歌手真的很漂亮 谢谢 好了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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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you later